欢迎来到宁子的花园 要想养好玫瑰 那一定要知道 玫瑰有哪些病虫害 怎么样来预防和治疗 今天就让我分享给大家 这是我的农上宝石 花苞巨多了 但是它出现了一个问题 我们仔细看看 它的花苞都已经是有胶边的现象 连花头都有胶边的现象 这就说明 它不是因为太阳巨大晒焦了 而是有病虫害在里面 把它的边缘的地方给啃湿掉了 下面我就用我自己配置的 一种特殊的世界来冲洗它 配置的方法 请看我的上一期视频 你如果是等花苞打开以后 虫子都已经钻到花苞里面去了 这样就更不好防御了 在它花苞没打开的时候 给它喷上 大面积的喷都行 你看这朵花 你看打开以后就很难看了 因为它被虫子啃湿了 实在是太可惜了 花苞打开了 可惜它就是出现了被虫子啃湿的现象 已经快要打开了 结果打开出来就算是打开了也不好看了 看看它的边缘都焦了 这不是晒伤的啊 去年出现这个现象 我认为是太阳太大了 把它晒伤了 结果不是 它完全是因为有或者是鸡马 你看这花真的是太可惜了 就是被它们虫子给啃湿掉了 啃湿口的花你开出来就不好看了 你看这里面 哎哟这里面有好多小虫子 你看你看我一喷它 这虫子给闷死了吧 虫浓一点 你看这不是小黑虫 小黑虫看见没有 你看哇这个小黑虫 它就已经爬到花心里面去吃花了 哇我真是觉得太可恶了 这个花如果一旦被虫子能染上 它真的你看这只黑的就是小虫子 它真的就开出来就不好看了 这也是它的虫 看我这样通过治疗以后 看它会不会稍微好一点 这个被虫子啃湿的现象好一点 你看 我要是 像这种预防性的话 应该是提早 在花包开成这个样子的时候 还没有打开的时候 就要给它预防洗虫子 给预防住虫子 等你打开了以后 虫子都钻到花包里面去了 就更不容易把它清洗掉了 我们看这种 这种 这种花稍微好一点 但是它还是有这个边上有焦边的现象 就说明它还是有虫子啃湿 它 要是没有虫子啃湿的龙沙堡是不知道有多漂亮 看这些小黑脸就是虫子 但是它的花包 这种稍微好一点 看很漂亮的 它刚刚开出来的芯是粉红色的 看这一串也是被虫子进攻过的 看 虽然是开了 可惜它的边边有点焦边呢 这个焦边不是太阳烧焦边的 是虫子啃湿以后 看这朵 哇 要开半开的样子 非常可爱 还是都给它喷一下吧 哇 这些都开了 再过几天吧 就会全开了 龙沙堡是 它开着的效果是非常壮观的 但是一旦被虫子盯上 那整个的花就没有那么好看了 去虫子的第二种方法就是这个黄板 这个黄板的话 你可以用黄球 也可以用黄板 它是一种两面都有粘性 然后呢 我把它挂在这个植物上面 比如说我把它挂在这里 一飞到黄板上面 它就会被粘住 这样它也会消灭它 要把这个做膜撕开 好 撕开以后它就有粘粘性了 两边都有 那 看这边 也是一样的 把这个膜给它撕开 好 我就放在这个植物的中间 然后把它套牢 利用昆虫对于颜色的喜好 我们采用不同的颜色 来吸引这些昆虫 让它黏在上面 而自死 鸡马 它喜欢的是蓝色 所以我们应该选择蓝色的板 来沾它 昆虫也有很多的一些特点 比如说对光的敏感性 对声音的敏感性 晚上的时候捕捉 比较容易 它们都会藏在阴暗的地方 而且不能太大声了 这是第二天捕捉到的虫子 这应该是剪刀虫吧 第三个方法就是我用的这个药片 花艺防虫片 打开看一看 是这种黄色的药片 我现在就是给它 埋在这个土豆里 稍微覆盖一下 这个几天前我已经埋过了 所以看看 其实它里边虫子都很少了 基本上 但是还是有一点点 看这个 这个就是草虫 你一碰它它就说起来了 虽然它不肯是植物 但是 它对食物植物也是生长 也有干扰的 第四个方法呢 就是用一个容器 容器里边呢 先加入一些清水 先加入清水 我这个是刚才有配过 配过那个世纪的水 有一些泡泡 没有关系的 然后呢 加点酱油 这个酱油 因为它酱油有香味 所以虫子爱要去 闻到这个香味它就会跑来 然后再加一点洗雞精 这样的话 它只要飞进去 它就会死掉 就会被淹死掉 放在这个植物的下面 这个位置 我们过一天你就会看到 它里面就会飞进去 几天以后 我们来看看这个占利成果 这上面除了有剪刀虫以外 还有一些很小很小的 这种很细小的虫子 它就应该是鸡马吧 再看这个 这个上面还有蜜蜂也被沾上了 还有苍蝇也被沾上了 看来这个黄板还是相当起作用的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下面 我们放的这个酱油的液体里面 你看做了好多的虫子 这里面有剪刀虫 有苍蝇 肯定还有鸡马 通过我的治疗还是蛮有效的 你看这些花苞已经都打开了 以前交边的地方当然是恢复不过来 但是新开的花 你看看都非常的正常 所以治疗病虫害是我们养好花的关键 只有除掉了病虫害花儿才开的更加美丽 总结一下 对于玫瑰的虫害 有鸡马 金蜂 剪刀虫 这些都是属于 祸害我们的玫瑰的一些病虫害吧 看看这一株 这是瑞典女王 她也是受到了病虫害的伤害的 你看她是受到了鸡马的祸害 在她的黄板上 看看 有很多细小的虫子 这些都是鸡马 鸡马按理说是应该用蓝板来沾它的 当然我们现在没有蓝板 所以用黄板也是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的 今天关于玫瑰的虫害 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看 如果对您有帮助的话 请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再分享更多的知识 请订阅我的频道